从屋内走廊地面和墙壁 一路延伸到阳台 这个现场历经两名男子打斗的过程 置屋架被打歪 用来追杀的大菜刀也被丢在地板上 现场一团混乱 租屋处差点变成命案现场 省点是说他那时候在睡觉 那因为回来他们比较吵 那所以他就去跟他敲门 造成这个对方补月 发生今天这个案子 21岁丁信男子打工 凌晨下班回家和女友在租屋处走廊 疑似发出过大声响 不过这样的状况似乎不是第一次 让只有一强之隔的 58岁灵信楼友气炸了 最后拿刀锥砍 演变成双方扭打 那不料一开以后 他就拿这个刀子 直接就砍向这个被害人 那我们到现场因为还在扭打中 我们通常就发现 就把两个人先分开 把刀躲起来 就在逢甲夜市的三楼分租雅房内 中年男子锥砍年轻小伙子 你来我往让两个人挂采受伤 被害的丁信男子为了保命 负伤拨打电话报警 向远警求救 记者连家庆张 聚动SNG小组 在台中的采访报道